所以那位在以色列情报机关工作过的安全专家表示 他认为以色列此举时会的威慑 只有主动出击采取组合行为 达到组合的效果以后 反而是会使局势有所缓和 在看影片之前 大家记得分享赞好和订阅卓健明家 最重要是按这个钟仔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影片 现在各位大家好 欢迎给大家收看 2024年9月28星期五 在全国播出的JFGV视频 前几天 或者准确的说 在前面接的两天时间里面 尼巴嫩遭到了导弹的袭击 以及更加蹊跷的一件事情 是他的那种就是呼叫机 像我们以前用的大哥大 这个最早的移动电话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是几百台 还有一种说法是三千台同时爆炸 这个第一个是让人觉得这个 黄鹿哥市回到了三十年之前 第二个是如此精密的这种精致的 统一指挥的这种爆炸 居然能够发生 所以下面这个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谁干的 第二个呢动机是什么 第三个呢是更加蹊跷的 就刚才为什么会 几百几千台这个呼叫机会同时爆炸 那么 这几天这个海外媒体啊 这个谣言满天飞 有人说是台湾做 有人说是东欧做的 但是相关的地区和国家都出来否认 但不管怎么样 总不可能是机器人做的 因为这个AI还没有这么强大的功能 好 财务团说我们先回归第一个主题 这事到底谁干的 根据昨天珍珠党的领袖出来讲话 他说是以色列干的 是以色列的情报机关摩萨德干的 然后他说这个是可忍 孰不可忍 他说以色列已经越过了所有的底线 我们将采取报复行为 以色列的官方 那当然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 是不会透露一个字的 既不会承认也不会否认 但是呢 以前呢 在摩萨德干过的一个以色列的特工 现在是身份姓名对行公开的一个安全专家 表示呢 他说从这个迹象上很可能是摩萨德干的 好 那么下面的问题来了 如果是以色列干的话 以色列的动机是什么 在谈以色列动机之前 先要谈一下时机 非常蹊跷非常敏感 大家知道今天是20号了 9月20号 再过半个多月 就是以色列遭到哈马斯的袭击 将整整一年了 就去年2023年的10月7号 哈马斯越过的加沙的这个边境 然后大举的这个偷袭以色列 那么从10月8号开始呢 就是大规模的以色列的反击就开始了 马上就到一年了 所以呢 这个时机也许是巧合 也许不是巧合 在此时 以色列对珍珠党发动攻击 亦于何为 那么 大家知道这个在以色列周围 有很多敌人 以伊朗为首的 伊朗是所谓的抵抗运动的共主 那么北面 有珍珠党 南面 有胡塞武装 然后有叙利亚 有哈马斯 等等 还有伊朗这个大共主 那么在所有的这些反对以色列的势力当中 应该说啊 这个珍珠党是相对比较平和的 珍珠党 在黎巴嫩当地是一个执政党 在黎巴嫩当地是一个执政的一个势力 所以呢对珍珠党的评价是见仁见吃的 但是呢前一段时间珍珠党和伊朗 珍珠党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机构呢也联合起来对以色列采取了一些进攻行动 所以呢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四面楚歌 父辈受敌 而且再加上以色列犹太人的性格呢 他们一直认为最好的防卫就是进攻 所以的主动出击 有所作为主动进攻 往往是一种阻吓 一种威慑的一种行为 所以那位在以色列情报机关工作过的安全专家表示啊 他说根据他长期对以色列的近距离的观察和接触 他认为以色列此举是为了威慑 而且他认为后面的效果是什么呢 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后面的效果肯定是矛盾计划嘛 对不对 尤其是现在在一周年 马上来临之际 他说不是的 以色列人 犹太人 他的解读是只有主动出击 采取祖贺行为 达到了祖贺的效果以后 反而是会是局势有所缓和 听上去有点费解 但是你要置身于以色列人 犹太人长期的被四面包围 已经将近八十年的这么种情况 来解读他们的行李 当然真正认同以色列这个想法的人 少之又少 要不然的话 坦率的讲 中东这个乱局 中东冲突也不会长期延绵至今 好 那么下面呢 就要观察了 看珍珠党会不会反击 看珍珠党反击的时候 刚才我说的 导致以色列四面楚歌的 父辈受敌的那些 以伊朗为共主的那些反 以色列的势力会不会联合起来 同时会联合到什么程度 尤其还是那句话 时机 timing 一周年马上要来了 一周年来临之际 周内有点纪念吧 或者有所缓和 或者要搞点事儿 所以未来两个多星期 其实我提醒大家高度关注 想想去年的这个时候 9月20号 风和而栗 秋高气爽 我们谁都没有想到 10月7号 帮了一下会有哈马斯这么一个事儿 好 那么下面呢 这个后果 战略后果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先看拜登的反应 拜登昨天表示 他说我还是寄希望于 他叫diplomatic solution 还是寄希望于外交解决方案 此时此刻老拜 大概除了末年 除了转身 十秒钟以外 大概也只能说这个话 因为其实之前 在去年的这个哈以冲突爆发之后 我当时就说美国面临两场民战 一场暗战 一个俄乌战争 一个哈以冲突 这名战一场暗战 就是针对中国的战争 那么前一阵我在这里又发表 这个 观点我认为 在美国大选 11月5号之前 不管是当时的拜登选 还是现在的哈里斯选 反正民主党政府都希望能够拿到一点筹码 让他在美国选民面前有所交代 你看我在外交上 还是有所作为的 因为啊 其实在西方的 所谓的民主政治选举当中 所有的选票都是围绕着国内政治来的 都围绕着自己的口袋来 所以美国人一句话 所有的政治都地方政治 但是呢 难拿到筹码 叫讨巧的是外交上 如果说在选举之前 绑了一下 外交上有所突破 那也许 这个叫墙内不开 墙瓦开 对不对 这个内政上无法取得突破 在外交上 到底有所取得突破 但问题是现在 到目前为止 俄乌战争 没有结果 不要说没有结果 连任何一点 我们说Crew 任何一点线索 缓和的线索都找不到 普京也不会上 拜登的党 他就等着特朗普上单位了 然后那边的中东战争 也没有任何这个缓和的迹象 主要是以色列 不听美国的话 好了现在以色列更不听美国的话了 帮了一下还去 阻贺 珍珠党 这个事呢 所以其实老拜昨天他这么一说 我们就这么一听了 其实不会有效果的 只有后果 没有效果 好了最后一个问题 更蹊跷了 这个 那么多的pager 那么多的护叫机 还有那么多的传呼机 居然同时爆炸 说大概死了十几个人 然后有2700个人受伤 那么如果说2700个人受伤的规模来看 显然这个护叫机不是几百台 而是3000台 所以我个人倾向认为3000台这个数字是 比较真实的 好那么下面更蹊跷问题来了 怎么可能做到3000台 同时爆炸 同时爆炸 这个解的是上帝是魔法的 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就要去请教有些安全专家了 安全专家表示是可以做到的 为什么说可以做到呢 第一呢 你还是要有人力的 就是你首先要人 把这些炸药 放到呼叫机里面去 放到传呼机里面去 哇这个人力 不得了 而且你要定点 而且你在放进去之前你要欺骗那个机器的运用者 哪怕你是两分钟你要 有时间把它装进去啊这个难度很高啊3000台 3000台他当然的全部都是定点的全部都是珍珠党的主要成员 主要苦干 他平民 他怎么搞啊 对不对 而且没有意义嘛 撒平民 所以他是 精准这个精准背后的工作你看犹太人做事 非常惊喜 这一点说实在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所以我们差不多中国人做事就大概齐 这个犹太人做事情非常的惊喜啊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引爆就很简单了 他说你把这个东西执进去 现在叫芯片啊那个就是原始的迷你炸弹 执进去以后 你只要一个呼叫他打个电话给他 他接收了一个信号砰就爆炸了 或者呢让他回一个电话出去 或者让他 发个信息出去 棒的一下就可以爆炸 而这个几乎可以同时 当然同时到同时一分钟一秒钟只不太可能 我我也不相信这个 摩萨德有这么能工智能的技术同时引爆 但基本上在前后两天时间里面 那前后两天3000台同时引爆那也不得了 所以 犹太人做事真的非常惊喜 那么至于这个呼叫器是谁做的 现在当然众说风云 反正肯定是人做的 不是鬼做的 有人说是台湾做的 台湾那家公司 什么叫阿波罗公司出来否认 那么后来又指向东欧 说什么有挪威还有丹麦啦 然后有匈牙利呀 然后还有一个其他什么东欧国家 反正这些国家和地区 都出来否认 这个我们就不关心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 真的是告诉大家到底是谁干的也不重要 如果说搞清楚呢 也是有意义的就是你 你这个供应链 已经被恐怖分子渗透了 恐怖分子也许在 我是不太相信 说什么在每一台呼叫机里面 都直入 那个那不可能 那个普通的普通的这个用户 也被引爆的不得了 应该是事后装进去 所以 去说这个 制造商是谁没有意义 是谁干的 怎么装才有意义 最后一个问题就也也很有意思啊这个 说为什么真主党线还那么落后 好像是时空环境 黄楼哥是我们让时光倒退30年 退回到90年来中期了 90年来中期我们带来用呼叫机对不对 用传呼机 现在谁不用手机 权威的说法来了 说的不是真主党不会用 而是他们不用 因为呢他们说handy这个东西啊mobile这个东西啊 德文叫handy啊这个英文叫cellphone 就是无线 移动电话或者mobile phone 这个东西很容易定点 所以他们不想他们的行踪被知道那当然可以理解 但又不能不用电话 所以呢就想出用 呼叫机 传呼机呼叫机传呼机据说是据说啊是 难以被定位的 那么至于他回一个电话 三年之前我们经常看到啊 叫了然后叫了随手 马路上回个电话过去 这个就很难定 所以有时候最原始的还是 最安全的啊 这个呢就到目前为止但是对我们来说搞战略研究最主要还关心 以色列此举的目的都是 如果按以色列自己的 前工作人员的说法说是为了祖贺 那么客观上是很难祖贺的如果以色列正能祖贺的话过去七十多年 他就老早没有总统冲突了 所以其实以色列的祖贺带来的是矛盾的激化 他表面上想 缓和其实最后的客观的效果是 是冲突 当然有种说法说是 就是先把矛盾上升 然后再 降下这也是一种谈判的手段 所以这个呢 到目前为止还难以研判 这个以色列的性格来说 其实让矛盾计划来达到缓和的 可能性是 大有所在 尤其是在 哈以冲突 即将一周年来临之际 我们尤其要予以密切的关注 所以我给大家讲美国大选还有45天 现在我给大家讲 离开 哈以冲突 一周年大概还有 15天16天 左右的时间 所以 大家对这些局势要予以密切的关注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 喜欢明家分析记得给like和分享 支持和订阅卓健明家 最紧要按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片